雖然大家都知道 这场正当性是不足的啦 因为讲的那些什么理由 根本就不是理由 但是如果你现在台面上 堂而皇之 马上言宽衡就要出来选了 那你当然发明是假的啊 你就是 其实就是要帮你们严加 再扳回这一席而已嘛 所以他当然现在 我认为是摇整家座里下 就说你们看看 党内还有没有其他人 那刚刚问那个议员 马上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那个规划 这个就非常非常明显啦 那你像严加争孝的 他那个罢免的时候 出人又出力动员 看板 然后那个宣传车 花那些钱 你如果说你现在 帮人家作假 结果你出来补选的不是严加 那你把严加当攀娜嘛 对啊 我补选花那些钱 结果帮别人作假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说他们现在派谁出来 不过以现在这一局 媒体的我们那种媒体观察角度来看 我觉得还是严宽衡机会比较大 因为第一个 严利敏他已经说了嘛 他那个议员还是要做好做满啊 如果你现在马上跳下来选的话 还是难免会让人家有那个落跑 因为我觉得现在政坛 就是落跑这件事情是比较 这个很敏感 对因为自从韩国瑜之后 你落跑会被人家讲 所以认为 就是刚刚还有他分析的就是说 你毕竟黑派 你还是必须要有议员这一席嘛 所以我觉得补选这一席来 是严宽衡的 这个出来的机会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那再加上说 他本来就是这个立委嘛 那他就是出来 然后这个选举 他也不陌生了 毕竟也选了两次 那我只是说 对严宽衡最大最大的挑战 就是当他宣布他真的要选的时候 当时你们怎么检验陈柏维的 这时候就怎么检验你 那当然有些蓝营的这个 比如说立委 或是蓝营的这个记者 他不以为然啊 就说我什么好检验的 大家都知道 开玩笑的就说 他有黑帝啊 你有什么好检验的 大家都知道他们家黑的 可是不一样 因为之前是包括总统跟立委选举 一起选113个立委 大家都在选 没有人会特别去检视你这一区 那因为大家也知道 那一席本来这个陈柏维那就是检到的嘛 所以当时我们在估的时候 也没有估到陈柏维这一席 所以没有人会特地去检视严氏家族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三个月的补选当中 我们可能就要听三个月 严家的故事 从他前世今生 我们可能都要开始检验 大家还记不记得陈柏维 在罢免前夕 最后连这个严宽衡的学历啊 财产啊 这只是小菜一碟啦 未来他们的严家的故事 大家真的开始搬板凳来听 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月的补选 才是真的对严家检验的开始